他回到外院,老者见他回来,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吓死我了,还好你没事,刚才护卫长叫你过去做什么,没出什么事吧? 没什么事,就是好像他被主子罚了刷马桶,然后他想找我去刷。 叔,我平时干些什么呀? 啊,你是新来的,所以只能在这外院打打杂,走吧,我带你去见下管家。 他示意着,让凤九跟他走。 管家?他眸光微动,这才跟在他的身后而去,直到跟着老者来到前院, 才看到前面一名正在吩咐着府里下人做事的年轻男子。 是的,那人看起来二十五六岁,一生贵气,犹如翩翩贵公子, 但府中的下人却是换他管家。 管家,这是我侄子李大牛。 老者上前介绍,拉着凤九。 快给管家跪下,多谢他给你一个机会。 啊,凤九愣愣地站着,一副乡下二愣子的模样,看着那名男子。 啊,什么啊,让你快给管家跪下。 凤九摇了摇头,眨着一双轻受无辜的眼睛。 不行,我爹说了,不能随便跪人的,而且,在乡下跪的都是死掉的人,我还没跪过活着的人呢。 老者险些被吓晕过去,他干瞪着眼,抬手就要拍凤九的头。 你这二愣子。 然而还没碰到凤九,就让他抱头闪开了。 男子见了,笑了笑,崴了白手。 好了,一个小孩你跟他计较什么? 他转而看向凤九。 你叫李大牛? 是,凤九规规矩矩地站好,有些怯怯地看着他。 你怕我? 我不怕你,我只怕你赶我走,我不想回家种田。 不会,只要你好好干,我不会赶你回家种田的。 以后你在这府里就叫小李子吧。 是,谢管家。